这两天南亚图班王印度有点发懵 迷之自信遭受到严重打击 尼泊尔居然出来挑战他 而且动作很大 尼泊尔众议院在6月13日表决通过了宪法第二修正案 在法律确认了新版国家地图 将与印度存在争议的地区化为本国领土 共约355平方公里 分别是卡拉帕尼、里普列克和林比亚图兰 275名议员中有258人投下支持票 尼泊尔三大党议员没有一个人投反对票 这让印度极为伤心 因为大会党长期以来都是亲印的 并且得到印度各种支持 但这种痛印度又不能说出口 新版地图通过后 尼泊尔走里奥利再次建印度举行边境领土谈判 要知道印度从来不跟南亚国家谈判领土争端的 他认为是他的那就是他的 13日 尼泊尔众议院本是休会日 但总理奥利要求议员当天加班讨论 宪法修正草案 显示出尼泊尔政府已早不宜吃的决心 以及对印度政府领土主张的否定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印度议员和媒体相当愤怒 谴责尼泊尔侵犯了印度领土和主权 印度外交部军方也都回应了此事 但没有威胁要采取行动 显得犹豫不决 又网上的话说 就是印度盟圈了 6月12日在印尼边境 一名叫做纳吉·施瓦来的25青年 在前往岳父家的路上 与其他几名印度人 都尼泊尔警察发声口角 原因是 尼泊尔警察认为这里是本国领土 要求他们离开 但印度人拒绝绕路 并与尼警发生质体冲突 结果纳吉·施瓦来被枪击身亡 另有两人受伤 一人被扣 奥利总理13日 马上要求议员加班神议草案 不清楚是否与此事有关 尼泊尔对印度态度变得强硬 已经是非常明显的趋势 之前 奥利还指责印度是尼泊尔疫情的罪魁祸首 称印度病毒比意大利更致命 尼泊尔是个内陆国家 东西南三面被印度环绕 北面与中国相连 如果不是印度疫情防控不力 尼泊尔应该相对安全 印度对尼泊尔的指责也无法反驳 印度疫情简直是个黑洞 再说你引边境的是 本来就是印度自己先调下来的 5月8日 印度在喜马拉雅山下 开辟了一条长达80公里的新公路 针对的是中国 印度国防部长还去剪彩 但尼泊尔政府马上提出异议 认为这条路侵犯了本国领土 并指责印度单方面破坏边境局势 印度则完全没理会 只是声称公路在本国范围之内 尼泊尔于5月20日 公布一条新的全国行政地图 将争议地区明确列入尼泊尔领土 印度认为尼泊尔只是虚张声势 继续保持高贵冷言 绝到13日 尼泊尔议会加班通过宪法修正法 心得理方面才觉得大事不好 尼泊尔反了 印度时报称 大批尼泊尔军队 已经进入达科特 齐安库 布拉罕德奥 卡特巴盖德等边境地点 建立了15个哨所 以防止印度军队反扑 印军也在通过铁路 向该地区附近调集重型军事装备 尼泊尔显然是有备而来 从历史上来说 尼泊尔从来不敢挑战印度 更不要说军事对抗 因为印度只要封锁边境 切断燃料药品和其他重要物资供应 并停止尼泊尔贸易出口 尼泊尔不论哪些政府都无法支撑 以前印度就是这么干的 1988年 尼泊尔向中国购买一批高手炮 以防不测 第二年3月份 尼泊尔边境被印度全面关闭 封锁时间长达15个月 造成了尼泊尔人道主义灾难 连药品都无法保证 最终尼泊尔认怂 承认尼泊尔关系是特殊关系 承认印度在尼泊尔有特殊权益 2015年9月 印度又对尼泊尔封锁9个月 借口是人权问题 而真正原因是 尼泊尔跟中国签订了丝绸之路经济带 合作建设谅解备完路 尼泊尔又被印度折腾一回 2017年 亲印度的尼泊尔社会党内阁 策则了在布吉干打击河上 与中国葛州霸集团合作的大型水电站计划 2018年9月 奥利领导的新内阁 再将价值25亿美元的水电站建造计划 交给葛州霸集团 另外 还有多个水电计划与中国合作 以上这些事情 没有一起 不是印度在搞鬼 还把手伸到了尼泊尔证据上 这次尼泊尔将争议地区纳入法律领土 印度就在那里胡思乱想 是不是有谁在背后撑腰 不然尼泊尔怎么敢挑战南亚霸主呢 尼泊尔挑战印度的确需要很大勇气 枪打猝头鸟 印度又是压不住它 其他几个南亚国家难道还会忍受印度侵犯他们的利益吗 那么尼泊尔的底气何来 一 证据稳定 印度难以插手高贵 原来尼泊尔三大党斗争不断 相互妥协后变成了轮流执政局面 2015年9月20日 尼泊尔实现新建法 由对华友好的尼共组阁 党主席奥利出任走力 印度就支持轻硬的尼泊尔大会党 一定要将奥利拉下马 让大会党领袖得无怕上台 那么关键是与奥利存在矛盾的尼联共主席普拉昌达的态度 这三党只要形成二打一 那个一就必然会下台 则无怕用总理议职为条件 与普拉昌达一派达成合作 这样议会通过了不信任案 导致奥利辞职 由普拉昌达组阁 2016年 三党变成轮流执政 每人9个月 这既对尼泊尔稳定发展不力 也让印度得到了插手的机会 2018年 奥利领导的尼共和普拉昌达领导的尼共 卷起前嫌 两党宣布合并 尼共正式成立 奥利和普拉昌达结尾当主旗 奥利组阁 普拉昌达管党务 奥利于2018年2月15日出任总理 任期改为5年一届 两党合并 一招直胜 让大会党丧失了贩卖机会 印度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他再也不能用政治 赶于破坏尼泊尔内外政策 而且5年的任期 让奥利总理有足够的信心 走自己的路 二 百度对印度的全面贸易依赖 1967年 中尼公路就已经通车 这给尼泊尔打开了一个透气口 战略意义不言而喻 不然它会被印度 那只咖喱味的黑手闷死 如今 中尼铁路规划也已落实 计划2022年建成开通 届时不仅中国能从中获益良多 尼泊尔也能依靠这条铁路 摆脱印度 更让印度绝望的是 2020年2月1日 中国与尼泊尔过境协定正式生效 尼泊尔在外貌上历史性的摆脱了对加尔各达港的依赖 获得了通过中国港口的出口商品的机会 该协议去年4月29日在北京签署 当时尼泊尔总统比利亚·班达里 正在抽席第二届一带一路估计合作高峰论坛 尼泊尔比尔干及铁路枢纽离最近的天津港3300公里 离加尔各达港为750公里 尽管如此 尼泊尔人也不觉得很费时 因为加尔各达交通永远是拥堵的 港口基础设施落后和管理效率低下 印度铁路还没有固定时间表 火车延误那都不叫事 速度也犹如牛毛 反过来 尼泊尔民众的消费品进口 同样也能摆脱对印度的依赖 80%以上使用印度货局面 将会在几年后彻底改变 实现消费品多元化 只要尼泊尔在正确的道路上发展 它贫穷落后的经济面貌将有质的改变 政治经济两件大事解决后 尼泊尔还怕印度神漫 更何况还有中国的军事援助 以及成都诸峰友谊联合军业 2018年 尼泊尔决定退出在印度普纳举行的军事演习 叶梅称是侮辱性的伤害 而尼泊尔又被印度称为北大门 临近印度北方各邦要道 对印度战略安全极为重要 如果印度以最强硬的手段打击尼泊尔 那么尼泊尔也不是好惹的 库尔喀人的战斗力是印度军队中最强的 而这里是库尔喀人的故乡 印度不会傻到跟尼泊尔人开战 否则必将尼泊尔彻底推向中国 难道印度能自信的跟巴基斯坦对峙的同时 又能承受多了一个尼泊尔吗 印度只能选择用阴谋诡计慢慢磨 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毛主席就曾对尼泊尔访华代表团说过 等道路秀通了 你们就不用那么怕印度了 这话不单单是说给尼泊尔听的 而是整个南亚 印度在南亚称霸 直接威胁着中国安全 如果每一个南亚国家都敢对印度说不 大家也能解放翻身 怕个鬼 同样对印度而言 将来只有跟中国合作才是一条光明大道 不然就让它一个人在风中